立法院四位大法官资格除了政治立场被质疑绿油油 当蔡总统摆明违反民意主张废死 大法官们是不是会执行实质废死答案呼之欲出 你认为死刑应该保留还是废除 我赞成在民意的基础上面逐步朝向废死 民意的调查八成的民众都认为应该要尽速执行死刑 所以你认为的民意基础在哪边 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价值判断就是希望能够废止死刑 漠视我国法律和民意只谈国际公约 兰尾怒控大法官根本不是国家的大法官 而是执行蔡总统的个人意志工具 出身律师界的游伯祥 遭法官和检方指控教授魏正 他首度当面回应 直接明文规定律师基于他的职责必须要绑谈证人 他有这个权利绑谈证人 游伯祥他今天不就承认了他当时的确是有教唆伪证的行为 用这种律师狡辩的方式想要来逃避这个责任 大法官是何其从高的位置啊 那么你今天等于是已经公开承认你不是任 就在大法官提名正义风头上 最高审级法院之一的惩戒法院前院长李柏道 遭踢爆对一名下属多次雄暴涉性骚 而司法院第一时间不但没送办 竟然想息事宁人 让他提前退休 每个月爽领月退缝19万元惹众怒 到底该怎么处理 没有进入性贫调查的程序 反而让李柏道在今年五月就提早办理退休 如果最终的调查属实 你们认为应该如何做补救以及检讨 司法院应该有这个职权跟这个义务 就这个案件做清楚的调查 惩戒法院长也是由总统任命 从总统府执政到惩戒法院长 接连卷入信骚疑云 这回大法官提名人选争议不断 百姓纳闷还能不能相信总统的眼睛 记者陈振茂王志恩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